第十集 杠扔了杂志迅速从沙发上站起来 小白 你不要说话 爷爷忽然出声不太爽快地看了他爷 从小就没几句实话我不听你说 小白你接着说 DT倒是懂得直进退也没多渲染只是适当地摇了摇头 具体不太清楚 我们俱乐部的人都叫他嫂子 反正这也不算假话 童年已经完全惊呆了 发生了什么 爷爷 过来 身后妈妈拉住他的胳膊将他圈在怀里 是不是真的 太可怕了 怎么忽然就蹦出一个男朋友 要是给童年表姐也就算了 年纪差不了几岁也算合适 可和童年在一起 童年妈妈猝着眉不大满意地看了一眼杠 年纪太大了 不是的 真的不是 那是怎么回事 妈妈更觉得不对了 小女儿的表情显然是有事 童年欲哭无泪 低声告诉妈妈 我真不是他女朋友 这房间里除了四个小辈 可全是活了大半辈子的人 怎么会看不出小姑娘的男为情呢 还有低梯的一脸坦然 以及更明显的情绪起伏 表姐和姑妈恍然 姑妈有些生气 不过也是无奈 孩子们脸皮薄 不肯说实话 有什么办法 姑妈摇摇头 有些遗憾地 端详了一下 精挑细选很久的未来女婿 真是不错 怎么就 喜欢年纪那么小的童年呢 不觉得年纪差得太多了吗 屋子里的各色眼神交流 各种欲言又止 各种的你懂我懂大家懂 刚有生以来 头一次尝到了栽跟头的挫败感 他有些尴尬地站在爷爷的身边 几次想要说话 都被老人家怒瞪了回去 无奈之下 他用一种非常危险的目光 看向低梯 低梯的眼睛在冒眼下 有着超乎一般人的阵地 完全是谁让你碰我底线 陷我于不义的坦然 显然 老人家很喜欢这个 一看就很简单的小姑娘 也很显然 他想把这个小姑娘 介绍给自己最喜欢的大外孙 但是 哎 年轻人的事 还真是由不得你猜想 既然小白都说了实话 你也不用解释了 去给你童叔叔 还有我阿姨问个好 也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 啊 童年紧紧的 拉住妈妈的袖子 狂摇头 真的不是妈妈 你相信我 我发誓真的没有 母亲大人却摸了摸 她的头发低声地哄着 有些无奈 长辈说话 不要插嘴 唉 要不是韩家的人 真是看不上这么大年纪的 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 非常不满意这个忽然冒出来的女儿的男朋友 童年求助地看向了杠 后者再迅速地考虑对策 已经顾不上身外事了 老人家都九十多岁了 要是真的顶撞起来 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还是大过年的 她默默地将眼睛闭上 让自己冷静下来 就信任度来说 自己在爷爷面前完全是负质 和DT没有可比性 现在在座的长辈一定认为 是自己骗了小姑娘 还不肯负责承认 这种局势下 解释就是狡辩 除非DT那个臭小子 承认她说的是假话 很显然 她现在是绝对不会翻供的 韩商言 老人家越发的不快 都直呼大名了 她长输一口气 将手机放进裤子口袋 一步一步走上前 走到童年面前 近的只有一步的距离 慢慢地停了下 然后 用很漂亮的一个动作 伸出了右手 阿姨您好 我是韩商言 刚和年年在一起不久 没得到她的同意 也没赶得们拜访您和叔叔 抱歉 当然 童年的妈妈 没有那么好说话 反正手是没有握的 只是打了个哈哈 随口说小时候 看过杠的很多照片 和她父母也见过 没想到 一晃竟然长得这么大 童年爸爸觉得 那人做得有些过分 落座后 低声问她 怎么连小辈的面子都不给 童年妈妈不高兴了 看了一眼 隔着一个童年的杠 现在的小孩 不像我们当年 交朋友又不定性 说不定 明天就分手了呢 童年爸爸琢磨了一会儿 身以为然 杠似乎一点都不在意 吃了一个隐晦的闭门羹 整场表现都极差 比如 从不给童年倒饮料 从不陪她小生说话 哄她开心 从不关照她吃菜 从不 最后连姑妈都觉得 幸好没给姑娘 相上这位大少爷 否则只有女方 拼命倒贴的份了 整顿饭都快吃完了 童年才偷偷在自己手机上 输入了一行字 递到她的眼皮下 为什么要说假话 别看这么简短的一行字 她可是足足打了十分钟 换了各种措辞 虽然知道她说的是假话 还是有一点点期待 纵然有千分之一的 这个机会 会不会觉得自己 比表姐更合适她呢 刚看清了问题 有些头疼 这个问题解释起来 有些麻烦 要从DT十二岁 回国开始说起 显然 她今晚不想再浪费 任何脑子 需要最快地给她 一个安全无害的说法 我弟弟 有个喜欢了十年的女孩 她来之前拜托我 一定要帮她 摆脱这次相亲 实在太棘手 不得已只能用非常手段了 很抱歉 过了今晚 你随便找个借口分手 不体贴 不温柔 没共同语言 年纪太大 都可以 分手原因随你定 哦 抱歉 没关系 也是为了帮她吗 童年的眼睛 偷偷瞄了一眼 吃饭的大男孩 估计是因为和长辈吃饭 他难得的 没有继续戴着棒球帽 而是脱下来 放在了腿上 一言不乏地低头吃饭 喜欢了十年的女孩啊 正好 十年前 我才九岁 咦 不对 十年前 她不也才十二岁吗 这么早的吗 晚上 众人要离开的时候 爷爷特地让杠开车 将童年和父母送回家 车开到楼下 熄了火 童年慢慢地 解开了安全带 妈妈还想留在车里 盯着两人 就被爸爸先推了推肩膀 意思是 长辈怎么也要意思意思 给人家一点点 说话的时间 于是不情不愿理 童年的爸妈下了车 车上放着电台的歌 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她开的声音很大 整个车里 都在循环着歌词 我能 问你个问题吗 杠有些走神 不知道是不是在认真听歌词的原因 只听到他在说话 却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 他的视线从车窗外的景色 移回来 落在了童年的身上 还不回家 我想先问个问题 童年举手 重申自己的要求 杠挑眉 示意他继续说 我们 什么时候分手啊 杠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他在小姑娘的眼睛里 看到的是各种情绪 纠结的 失落的 慌乱的 口是心非的 这诸多情绪下难以掩藏的 是那抹小小的 非常想要压抑住的期盼 车内有些异常的安静下来 一分钟后 童年乖乖下车 妈妈立刻将他没有系好的大衣拉紧 低声问 说什么呢 这么久 没说什么 就是 说了几句 杠的车停进地下车库 下车进电梯 按下二十楼 过了十五秒 电梯抵达一楼 门打开时 正有几个KNK的队员 拎着小河的夜宵走了进来 看到杠的时候 年纪最小的Demo 反射性的倒退了一步 这才紧跟着面前两个 马上闭嘴的队员 低头钻进了电梯 老大在吃糖 怎么办 队长 DT队长你在哪 G帅你在哪啊 我们搞不定老大 门慢慢关上 身后 两只手同时伸出来 扶住了Demo和其中一个队员的肩膀 你也犯 是啊 老大 这不没买到飞机票和火车票 准备穿儿再回去 说完了来我房间 测测手速 他说完 想了想 又问了一句 还有谁在 都叫过来 乌吉哥的明天晨跑 众人都快哭了 有年三十测手速的吗 有年初一晨跑的吗 这还让不让人好好过年了 这俱乐部是没法待了 杠没有发出声音 醋眉 极黑的毛子从镜子里扫了几个人意 没听见 一个小时前 车内 歌曲渐入尾声 杠觉得车内的温度有些高 随手把空调关上 漫不经心的反问他 你想什么时候分手啊 啊 我 怎么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合适 现在 现在好像不合适吧 明天 明天好像也太快了一点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会不会显得太烂情了 一个月 童年在心里不断不断的往后挪着时间轴 这样 更打断他漫无目的的浪费时间 按下中控台上的开锁键 啪的一声 前排车门解了锁 等你觉得合适了 同志我 第二天 第二天 DT从爷爷住的宾馆回到了俱乐部的公寓 发现十几个男孩都穿着俱乐部的短袖 蹦蹦跳跳的搓着胳膊 原地做的热身运动 Demo看到DT立刻眼睛就红了 众人一拥而上 不管比他大的还是比他小的 全都一副终于找到了依靠的感觉 不用说 走廊尽头那间房里的人 昨晚的心情一定坏到了极点 Demo沉默着点了点头 直接走到了尽头 推开了门 发现房间里一地都是各种巧克力包装纸 水果糖包装纸 总之就是各种糖 没有开灯 杠正在电脑里以绝对的优势虐杀对手 然后头都没有回 回来了 显然 敢在这个时候推开他房门的人 只有这个敢出卖他的人 DT的眼睛再次对房间寻视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说 转身走了 一颗糖丢出来 顺着DT的耳边 搜的一下飞了过去 直接砸到了对门 门外 跟过来偷听的众人猛的一抖 立即小跑着去晨跑了 反倒是差点被扔中的DT 什么多余的表情也没有 连眼神都没有变 反手帮杠关上门 直接摸出房卡 刷开了对面的那扇门 不叫去 房间里的男人就坐在椅子上 身体向后仰着 再次翻了翻助理拿来的行程单 主力战队初五集合去三亚 一天后 KNK大部队到三亚 他和DT和Grant 去美国参加星期二的线下比赛 安排得很妥当 他翻来覆去 将那张纸看了几遍之后 终于回到了 看到这张单子是想的第一个问题 到底要不要告诉小姑娘 自己不在国内呢 过去的29年里 他只亲口承认过别人两件事 第一是当初做solo战队的投资人 第二是答应他 他决定分手的时间 会心软 或许就是因为他 无条件相信了自己的解释 那段狗屁不通的 因为DT的拜托 才对众人和他 说自己在一起的解释 刚的脸上 除了有整晚未睡的疲惫和差心情 还有一些对未来 无法掌控的烦躁 从昨晚开始 他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次心软的行动 会给自己带来无数麻烦 现在 就是第一个 过年前两天 童年都是被爸妈带着到处去拜年 和每年一样 有时候 趁着大人寒暄闲聊的时候坐下 他就会翻来覆去的想杠的话 等到初二的晚上 他终于忍不住 和同样被拉出来拜年的豆奶 小声探讨起来 豆奶从头听到尾 简直比贺岁党的大片都跌宕起伏 当然是对你有意思了 豆奶最后听到昨晚两人的对话 终于按捺不住 蹭地站起身来 引起了家里重长辈的事情 他立刻掩旗席鼓坐下来 凑到童年的耳边感慨 告诉你 你真不懂男人 真不懂 让我这个千翻越近的男人来给你解释吧 你不就是暗恋过七个女孩吗 七个 血泪屎啊 每个都有不同的表白方式 也有不同的拒绝方式 听过一个词 叫九病成一吗 我暗恋久了 也能成这效果 他狐疑保持态度 反正就是这样 他让你来决定分手时间 就是说反话 男人都要面子 你这么倒追他 他当然不肯拉下脸 和你说我不想分手了 对吧 他就是拐了个弯 暗示你 童年还是不肯全心斗奶 回家后 电话蓝莓咨询了一番 这个也是倒追自家技术男的女人 假戏真做呀 他就是要假戏真做呀 电话那边的人比他还激动 真的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一集 童年抱着巨带的维尼熊 坐在电脑前陷入了沉思 如果 他真的不好意思说出口 想要尝试着在一起 那 还要分手吗 他将下巴放在小熊的肩膀上 扯了扯毛茸茸的爪子 愣了很久 莫名就想起了那天晚上 他走神去听的那首歌 歌词 很像他网上搜到的 十年前退役的八卦 想到这儿 他扔掉熊 立刻去搜出来 认真地对着歌词听了几遍 眼前似乎有很多画面呼之欲出 他是如何在玩家热血沸腾的掌声中 起身致意 是如何和队友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冠军 一个又一个的世界排名 忽然 正值巅峰的战队一夜解散 这个被称为已经达到职业选手个人能力最高峰的男人 一招消失离开了中国 他眨了眨眼睛 鼻子酸酸的 有些难过 手指无意识地在键盘上滑来滑去 如果是十年前认识他 估计自己都不敢靠近 因为他太耀眼了 不对啊 十年前我才九岁 小学三年级 还因为英语课成绩不好 拼命地哭呢 三年级嘛 他脑子里蹦出自己背着巨大书包 哭着把卷子折成小方块 藏进书包的角落里 然后回家成功被妈妈翻出来 妈妈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 你为什么把卷子藏在书包里 这不是最好找到的地方吗 那个时候 他连藏卷子都不会 杠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童年有些感慨打开微博 头一次破天荒地发了一句和日番无关的话 十年前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忽然好感慨啊 我还笨到只会把卷子藏在书包里 有人就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十秒后 三十条留言 二十秒后 七十条 童年反正没事做 一条一条地刷过来 留言在巨增着 毕竟这是他百年难见的互动 无数个回答 各种奇葩的都有 甚至有粉丝 秀出这微博上的情绪了 十年前啊 你要在补卡 想你马克 顺手表白 殿下求见 殿下 有人 是谁 排楼上 有人是谁 是谁 是谁 是谁啊 年前班长我去了 殿下殿下 我是那个给你清书的 封面是红色的 殿下腿型真是 决赞 楼上别逗 我们殿下只有腿型决赞吗 他萌萌的 藏圈子都藏在书包里 是为了表演如何被抓信心吗 我也藏过 是藏在抽屉的角落里 原来我不是最傻的那个 等等 楼上什么情况 手机号码 18400990 是他 童年忽然窒息 两只爪子都按在自己胸口上 漆黑的房间里 刚闭上眼睛 把手机递给九七 帮我删了 老大这是做什么 刚安装了微博客户端就要卸载 九七接过手机 在他的目光里不敢耽搁半分 直接又删除了 还以为老大终于开窍 要注册一个个人微博呢 这年代谁没搁个人微博 要是杠竹子微博的消息传出选 绝对一夜间就和SP的solo 还有DT Ground的粉丝吃屏了 哦 不 显然当年杠的脸是最漂亮的 性格也是最难搞的 不管什么年代 这种高冷的都最吸引女生吧 粉丝肯定多 难怪 九七将手机还给杠时 明白了老大不开个人号的原因 怕嫂子吃醋 这一念间 九七竟然恍然觉得 面前的大魔头有了一些人气 你们在微博一般是留言交流 杠两天没睡 抓着几个队员 一直在打练习赛 此时真的有些困得头疼 啊 是吧 这个问题有些奇怪 和认识的人聊天 一般都用微信 谁用微博留言呀 留言都是粉丝呀 不过私信比较方便 私信 杠的眼睛勉强睁开 扫了九七亿 后者的脖梗 嗖的一下发冷 算了 懒得管了 杠再次困顿地闭上了眼睛 进入了闲人勿扰的末世 在KNK有几个禁忌 是关于杠的 比如现在 他想要睡觉的时候 最好立刻消失 多一句废话都不要说 九七立刻闭嘴 捏手捏脚地离开了房间 慢慢地 慢慢地 关上房门 最近老大这屋里的气压 也太低了吧 他站在门口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压惊后 立刻拿出手机 刷了刷自己的微博 突然 手指停顿下来 我去 老大专门注册微博 就是为了 看嫂子秀恩爱 呼吸 呼吸 深呼吸 童年努力地找回意识 第一件事 就是将手机号码抄下来 迅速关注他的账号 删掉留言 一切都做得一气呵成 可还是眼尖地被粉丝发现 我没看错吧 殿下关注了一个小号 没有投降的手机账号 哪里哪里 给贵 就护官啊 哇 我们鱿鱼大大的品味果然不通反响 那我也要去注册小号 我也要被店下关注 他被留言刷得震惊了 赶紧去他的微博上看了一眼 还好 很荒芜 寸草不少 不会被扣打 嗯 于是 两个晚上都没睡好的他 就这么翘着尾巴 抱着电话号码 滚到床上去 才不管微博上闹成什么样 他现在满心满眼就这么一件事 其余的都是福音 床头灯光下 他将手机高高地举起 看着那床号码 现在八点 不算晚吧 深呼吸 不要怕 嗯 按下 拨通 然后轻轻地放在耳边 突然 电话就被接通了 然后 没有任何声音 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傻傻地拿着手机 试着围了一声 还是没有声音 号码 抄错了吗 不会啊 我刚才检查了好几遍呢 几秒后 他从床上坐起来 准备挂断电话 忽然 电话那头 传来了杠的声音 很迷糊 也很低气呀 童年 童年 嗯 是我 你在睡觉吗 我就是 就是 我想说什么来着 怎么全忘了 真是闯哭了 我二月二十四日去美国 杠的声音滴滴的 像是随时会再次进入沉睡之中 三月十九日回 你给三零六 哦 好 有时 回来说 嗯 他想说自己没什么事 起料电话那边的人 已经完全陷入了纯粹的安静 他又轻轻 唯了两声 很乖的不再骚扰他 自觉挂断了电话 然后呆呆的看了手机 足足两分钟 要去美国啊 还去那么久 是比赛吗 真辛苦 还没过完年呢 于是 接近半个月的时间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童年每次拿出手机 想要给他打电话 就想到他要带队员训练 要比赛 要应酬 要 总之 是不能被轻易打扰的 然后再默默地 将手机放好 等元宵结时 他抱着手机 一边看着他的电话号码纠结 一边思考 要不要接着打个祝福电话时 妈妈从厨房端着一碗 花生芝麻馅的元宵 递到他的手里 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你和你男朋友 是不是分手了 啊 他愣着 伸手去骑 烫 妈妈给你端过去 没关系 分了就分了 你还小 自由恋爱嘛 妈妈不干涉 啊 没分 他就是忙 哦 忙 母亲大人笑咪咪的 手机聊天记录可很清楚 都快一个月没打电话了呢 没关系 没关系 说完 就将成满元宵的碗放下 顺便摸了摸他的头发 这样 如果以后你觉得想分手了 怕两家大人多想 就让妈妈帮你去说 好不好 我不想分手 童年拿起勺子 戳了戳元宵 忽然想起 迟早有一天自己要戳分手 他便有些情绪低落地 继续戳元宵 慢慢地 竟戳烂了一个 然后 继续戳下一个 突然 他的手停住 等等 他特意告诉我航班号 是不是意思是 让我去接机啊 好像不太可能吧 不过 作为女朋友去接机 也没有问题吧 对 没有问题 想到这里 他再也不苦闷了 乐呵呵地将一吻 被自己戳烂的元宵 稀里哗啦地吃下去 然后擦干净嘴 扔下勺子 蹦蹦跳跳地 上楼选衣服了 虽然现在才五号 还有半个月 半个月之后 他终于选定了 自己出门的行头 还难得地穿了 有些小跟的鞋 就想能够 够得上他一丝丝的身高 等坐进出租车里 司机从后视镜 看了一眼 这个小姑娘 忍不住乐呵呵地问 许机场接男朋友 这么冷的天气 能穿得这么可爱 且不要温度的 只有为了男朋友了 尤其还在下暴雨 还有些不好意思地 嗡了一声 拿着湿纸巾 认认真真地 擦掉鞋上的水 司机觉得小姑娘可爱 特地一路快行 却因为堵车 到了机场 还是迟到了 司机特地停靠在了 最干净的一块地面上 童年连连道谢 从车上下来 按住自己的小礼貌 飞快地朝着大门处跑 到处都是人 尤其是出口 里三层外三层 根本没有他落脚的地方 他只能拼命 厚着脸皮 不停地往前挤一挤 再挤一挤 然后扶住拦截的绳子 站定 一双眼睛紧张地 望着走出来的旅客 渐渐地 人越来越少 慢慢地 他有些着急了 可明明显示 刚刚降落 应该不会错过呀 等等 那里 他实在是太显眼了 刚从磨砂玻璃门 走出来 立刻被他看到 只不过 他在和身边两个脖子上 挂着相机的陌生男人 说话 身后跟着ground 两个人都没有看这边 就这么直直地 从距离他三不远的地方 走了过去 哼 他叫出来 忽然觉得又有些不好意思 伤眼 怎么没有看到我 在眼睛一瞬失神的时候 有只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是你啊 是来等杠的吗 是他呀 童年有些犹豫 不太敢和apple dog说话 毕竟刚一直显示出来 都是对他不太友好 导致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了 DT 你带过去吧 我先走了 DT也是在apple dog先留意之后 才注意到童年挤在人群中 本来还在考虑 是不是要打招呼 不过此时 既然面前的女人这么说了 既然是要当做任务来完成的 好 再见 apple dog拉着箱子 朝童年摆摆手 想了想 又凑过来低声说了一句 祝你们幸福 走了 啊 谢谢 就这么看着美女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 并肩而出 DT什么多余的话也没有说 指了着机场大门 示意童年和自己走 童年马上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跟着他 直接走到了机场外 看到杠已经坐在了一辆保姆车里 一个月没见的人 此时正仰着头靠在椅子上休息 或许因为怕被干扰 外衣已经脱了下来 用来盖住自己的脸 二郎腿翘着 要多惬意 有多惬意 你女朋友来了 DT忽然开口 打破了车里的安静 他纹丝没动 显然不知道说的是自己 过让他举起食指 顶了顶眼镜中部 邪恶地笑了笑 哦 嫂子 刚这才动了动胳膊 有些慢的将盖在脸上的衣服扯下来 因为快睡着了 他实在难以保持什么好脸色好脾气 模糊的视线里 就看到穿着一身小绿格子套裙的女孩子 抱着自己的黑色女子大衣 还戴了一顶墨绿色的小礼帽 不冷吗 他活动了一下肩膀 又看了一眼那顶帽子 绿帽子 什么神美 于是 他将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 坐直了身子 两只手肘撑在膝盖上 俯视站在车门外的他 有事 顾让他单手扶住额头 废话 还能有什么事 没事 我是来接机的 他低头 杠果然不高兴了 低梯低头看了一眼 童年露在寒风里的小腿 陷入了沉思 如果不让小姑娘上车 会不会造成他明天感冒 老了走不动路的局面 再说 看起来 他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想到这里 他难得开口 说了一句闲话 先上车吧 等他叫你上车 走洞子 童年没敢动 一个司机 加上Grant和DT的三重眼神 让杠终于从困顿中 找出了一丝人性 他低头沉默 让自己更加清醒了三秒之后 抬了头 上车 童年这才 嗡了一声 乖乖地上车 杠从外侧 挪到里侧 给他让出了位子 然后 在他身边坐下 事先慢慢落了下来 落在了那双 光着的腿上 不冷 不冷 真的不冷 不冷怎么动得 腿都发白了 杠想起自己去南极旅行的时候 双腿的感受 再次扫了眼 他暴露在空气里的 雪白纤细的大腿 你那个 什么耳朵的长袜呢 啊 童年傻住 有些结巴地反问 你 你喜欢我穿那个吗 呼的一声 果让他喷了 这问题 简直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二集 他懒得再说 摸了摸裤子的口袋 掏出三部手机 一一开机 无数的信息提示音 蹦出来 就在这些纷乱的提示音中 童年又小声地补了一句 你喜欢的话 我下次再穿 白色的可以吗 Grant的表情 已经笑得有些扭曲了 完全没有身为一个 美少年应该有的形象 DT则是自主自发地 往后挪了一个位置 然后想了想 又摸出耳机 塞住了两只耳朵 刚觉得小姑娘的思维 已经不合自己 在一个频道上了 碍于车内 还有Grant和司机 在竖着耳朵听 终于对他勾勾手指 童年听话地凑过去 你知道这种话 会让人误会吗 误会 不懂 嗯 就有什么误会的 那种袜子 基本或漫展的妹子 都爱穿啊 有什么好误会的 以后不要和人 讨论这个东西 尤其男人 哦 不能讨论 为什么呀 还尤其是男人 谁会和男人讨论啊 等等 他终于懂了 睁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看着他 天呐 不会 于是 本来被他构思好的 各种话题 都被这个耳朵袜的事件 给破坏了 车从机场开到市中心的 一个多小时 他根本不敢看杠一眼 脑子里各种万马奔腾 各种怎么办怎么办 小姑娘这里 怒海滔天的心理活动着 杠却显然已经将这件事 抛到了脑后 她的意识迅速屏蔽了身边 这个小姑娘的存在 开始处理最近 比较棘手的几件事 等车驶入了地下车库 她才终于响起来 忘记通知司机 把她先送回家了 没办法 只能先上楼 有个岳阳电话很紧急 不能耽误 DT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杠真的能把她 带到俱乐部这里来 甚至在车开入车库的那几秒 有了一些猜测 莫非杠对这个小姑娘 真的动了心思了 后来几个人到楼上 杠让人将童年 带到小会议室里 发现自己想多了 大魔头是有工作电话要打 才不得已而为之 童年一个人被丢在小会议室 隔着玻璃窗 看着另一边身处大会议室的杠 看到她脱下外衣 大冬天的就这么穿着 一件短袖坐在那里 对着电脑开会 也听不到声音 就这么看着 她就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真好 等了一个月 能见到真人 真好 她将双肩背包放在桌上 脸侧压在包上 悄悄地看着她 视线里的男人 一点都不像正经开会的样子 右手臂搁在桌上撑着头 左手在不停地转着黑色手机 要不要 没关系吧 还正不会被发现 童年悄悄地将手机从口袋里掏出来 心虚地打开了相机 就着一盏 手机举在眼前 装着在发短信 却是在调整镜头 脸再过来一点就好了 哎呀 手机不要转了 都挡住脸了 哎 脸转过来了 咔嚓一声 成功抓拍 真棒 她偷偷笑着点开照片 没等仔细看 忽然跳出了一条微信 删掉 童年呆住 低的一声 又跳出来一条 听话 她竟然知道 这个微信是我的 她竟然没有拉黑我 隔着一扇玻璃 刚从电脑前站了起来 走到玻璃墙这边 敲了敲玻璃 童年这才猛地回神 手忙脚乱地删掉照片 慢吞吞地蹭了过去 天哪 她竟然猜到是我 那岂不是 我一开始发的广告 她都收到了 好蠢啊 刚比了一个手势 是以童年过来 她仍旧在一脑袋 降糊地纠结 没动 刚再次比了一个手势 她还是一脸的 天啊地啊的表情 玻璃墙太隔音 说话是听不见的 她又不能离开这个房间 只能随手在白板的凹槽里 摸出一支笔 在玻璃上写了两个字 过来 随后将笔丢在桌子上 坐回原位 按下了电话的静音 一分钟后 门被轻轻地推开 童年低着头走了进来 整个房间里都是电话传来的声音 刚在这个背景音里 对她伸出了手 简单明了地说了两个字 手机 她乖乖地递过去 删了 她刚接过 没等得及查看相册 就蹦出来一条微信 还看到了 微信里有她的名字 顺手点开 殿下殿下 我实在按耐不住了 你和刚神见面没有啊 她喜欢今天的搭配吗 大长腿啊 大长腿 她有没有流鼻血啊 刚一脸的似笑非笑 看了一眼 她短裙下光着的腿 一言不发 童年忐忑地站着笔直 谁发的微信啊 千万别发什么奇怪的东西 紧接着又是一条 啊对啊对 我刚才吃饭的时候想起来 你那身套裙不显凶啊 无法显示出 你玲珑的曲线没啊 我们殿下明明就是 罗里颜的大兄妹子 怎么可以不显示出优势呢 杠吃的笑了 将手机放在桌上 童年更加忐忑 可她偏就不说话 在短暂的安静里 只有电话里那个话牢 在继续抱怨着 老爸 要不咱们也买几个队员回来 开什么玩笑 我们KNK才是真正的好门好吗 老大 显然这一声声的呼唤被无视了 经常和朋友提起我们的事 不是经常 偶尔会说一点 就一点点 哦 都说什么 就是 会让他们跟我说 你过去做职业选手的事 哦 是吗 嗯 就这些 哦 电话那一头的人 已经叫了十几声的老大了 他终于取消了免提 你是host 先去拨会议电话 主持会议 哦 对 我都忘了 杠说完 挂断了这个连线 打开电脑上的邮件 记住了一串免费的长途号码 拨通 直接切入了电话会议的模式 Hello everyone This is God Hi God 有女人的声音 听上去很开心 眼角的余光里 他看到童年的眼睛 不停地瞄着桌上的手机 却不敢动一动的样子 联想到他刚刚蹩脚的谎话 经不住地扬起了嘴角 他将手机推了过去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等着童年接下来的反应 童年没有察觉到 自己被关上了 松了一口气 开心地拿回了手机 还好还好 蓝莓 信息是他发的 什么事啊 杠很满意自己所看到 继续回应电话里 纷纷和自己打招呼的人 难得有些好心情地 和人聊起了 飞机刚刚落地 这该死的天气 电话会议结束 杠因为长途飞行 有些腰酸背痛 没有胃口吃饭 可看了看身边 已经窘迫地 坐了十分钟的女孩 还是暂时放弃了 回房睡觉的计划 按下了内心 有人吗 老大 你开完会了 让酒系他们过来 给我叫两套盒饭 没问题 三分钟后 众队员抱着各自 吃了一半的饭 鱼灌而入 在看到童年时 纷纷眼睛一亮 一副嫂子又见面的 兴奋表情 随后 马上看到了 玻璃上过来两个字 又纷纷地对视着 悄无声息地 交流着眼神 这 老大的心情去吗 怎么想象不出 他们是怎么玩的 刚坐在会议室 最尽头的单独座椅上 童年就坐在 靠窗一侧的最尽头 挨着他 等到十七八个大男孩 都坐好 桌上已经被堆满 各种盒饭 麦当劳 肯德基和麻辣烫 有两个男助理 搬来了一整箱的饮料 摆在桌上 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这可是老大第一次 带嫂子和大家 在俱乐部吃饭 和上次在比赛途中的 餐厅相遇 绝对不同 这可是KNK老巢啊 刚看着众人一副 贼兮兮的眼神 皮笑肉不笑地 从口袋里摸出了 一把水果糖 放在桌上 顿时 没了任何声响 童年仍旧死死地 拽着手机 脑子里不断飞着 大肠腿流鼻血 罗利盐大胸这些字眼 手指都攥得发白了 真的从来没有 这么丢人过 还是在他面前 面前的玻璃桌上 有人用手机 敲了敲 唤醒了他 童年抬头 看到杠从那堆 水果糖里找到了一颗绿色的 屈指弹向自己 水果糖划过桌面 悄悄地 慢慢地 停在了他的面前 杠挑挑眉 示意他吃糖 童年慢慢放下手机 乖乖地拿起糖包开 吃到嘴里 众人目瞪口呆 被这个画面 深深地震惊了 这这这这 老大这是 在哄嫂子 杠察觉到众人 不太收敛的围观 视线从所有人的身上扫过 最后停在了 Demo的身上 我记得走之前 你测反应 是倒数第三 那个 老大 其实我这一个月 有恋反应的 不是还有倒数第二 和第一吗 干啥一定要抽我来教训啊 是吗 Demo觉得 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 杠自己也挑了一块紫色的糖 慢悠悠地包开 放在尺间咬住 真的老大 我现在用那个软件 测试反应 二百零一 众人炯 遗憾地看向Demo 还敢不说 队长测出来可是一零六 杠果然拎出了 DT的成绩 Demo以头撞桌 老大我错了 杠也没有急着说什么 咬碎糖 吃得津津有味 众人各自握着筷子 吸管 勺子 叉子 安静地等着 等着接下来还有谁会倒霉 会被特地地递出来 突然 在离大魔头最近的地方 乖乖地举起了一只手 我能问个问题吗 众人泪目 嫂子就是嫂子 瞬间解围 什么是测反应的软件啊 其实就是我们用来测反应速度 这个软件特别简单 随便用来玩的 嫂子 就是打开软件 听到耳麦里有低了一声 立刻按下鼠标 测试反应的速度 哦 那 106是毫秒吗 没错 就是毫秒 一秒等于一千毫秒 201不低啊 他惊讶于这个速度 再想到DT的速度 更觉得不可思议了 嗯 那为什么要听到声音呢 不能换一种方式吗 你们打游戏 又不是根据声音来操作的 他新年看了好多的比赛视频 知道这种比赛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眼和手的反应速度 当然 知道归知道 操作起来还是个诈 啊 是啊 所以平时就是用来玩玩 也不知道是谁上传到网站上 大家更想来互相折磨 攀比的小软件 顺便被大魔头用来折磨打架 那 可不可以做一款软件 只挑战眼和手的反应 比如软件一开始 整个页面都是绿色的 然后渐变到蓝色 呃 规则是从颜色开始变化的一瞬间 点击鼠标 是不是更直接啊 我去 嫂子 你是要干啥 给老大做工具 折磨我们吗 听上去好变态啊 众人惊呆 杠的注意力倒是被吸引了 已经存在了 韩国人经常用 很小的软件 哦 有吗 你怎么没拿出来过 拿出来干什么 折磨大家吗 敌提不答 平静地垂下眼 继续吃汉堡 哦 这样啊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加强版 比如一百个颜色变化 因为一个颜色变化 时间太短了 测不出什么的 一百个 不停挑战神经吗 嗯 紧盯着电脑屏幕 颜色变化一次 就要快速地点击鼠标 记录时间 一百次的数据记录 平均值 是不是更好玩 童年不知道他感不感兴趣 刚用手指轻轻点着 自己的太阳穴 越想越有趣 不错 可以试试 你喜欢吗 那 那我晚上回去给你做 明天就能做好了 不要啊 嫂子 众人已经能想象得到 未来每当 杠想折磨人的时候 自己这帮单身狗 就要对着那个凶残的小软件 瞪着眼 不停地胆战心惊的点鼠标 然后被各种 体罚体罚体罚 哦 对了 你需要排行榜吗 每天可以联网刷新 看起来很方便的 哦 杠月发觉得不错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慢悠悠地走到童年的身边 弯腰 将手肘搭在他的右肩上 真聪明 他是在夸我吗 肩膀上的温度 瞬间灼烧了他所有的思维 整个人的注意力都凝聚在了那一点上 他的手肘和自己的肩膀相连的地方 离得好近 他的肩膀好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打发送完毕 香港人的水平